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留给刘登的三位企业家 用你们身旁的按钮 告诉岳顺 你们是否愿意 给他一个机会 还好 还好 有三位 给他留稿吧 祝贺你 岳顺 三位企业家 都愿意给你机会 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 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我提供的岗位呢 跟刚才的给 你的这个闺蜜 提供岗位是一样的 四千五的一个底薪 加上我们保留住宿 我们同时公司有中餐 不包早晚餐 另外呢 我个人每个月 赞助你一千块钱 当你薪金足够的时候 我就会停止赞助 谢谢陈晓波 大坦 宿舍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会计助理 位置在上海 你刚进来的时候呢 薪资只能是六千 我们企业有企业的规定 我们也会安排帮你宿舍化 但是可能你自己 要吹部分费用 你到手的话大概也在四千五左右 那我最后还是想夸夸你啊 我对他们刚才给你灭灯的 这几位企业家的这个 跟你说的这些呢 我觉得我有些不认同 你才九九年 有些东西你是可以进企业学的 会计专业 我更看的是你的人品 你的忠诚 你的底线 这些你都有 我认为专业化的东西 你在企业都可以学得会 我们是惠圈权 惠圈权是一家快要品大数据公司 也在天津 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财务加行政专员 你今天所有的这些回答 我觉得其实都是跟眼界相关的 如果说你有机会能够接触到 除了财务以外的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是有助于你的财务工作的 也有助于你的发展 为什么是加了一个行政呢 其实今天整个这场下来的话 我觉得你是一个 就是非常会照顾别人 包括说顾及家庭的感受的 这样子的一个孩子 所以行政工作可能也会比较适合你 好 感谢三位 接下来 月顺 要不要和佩权商量一下 她肯定在所拥她了 她说你也来 我们来住一块 来 月顺 出发 灭掉他们三位 其中一位 身后的灯 请 好 有请韩依和庄十一 走上竞价台 十一和韩依的PK 看看哪个是唯一 太坦苏科主要是做 数字化的硬件和软件 我们最主打的产品 就是给企业主 提供数字化总裁评 管理它的企业的方方面面 这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能给你的岗位呢 是会计助理 你的晋升通道 从会计助理开始做起 上面呢还有三四五六七八个岗位 可能还有晋升的机会 好 来 有请庄十一 霍军城是一家快要品大数据公司 我觉得任何企业就像你说的 都需要财物 可能都需要行政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更关注于公司的这个阶段 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自己刚毕业的时候 进入了一家成长期的公司 我去这家公司的时候呢 一百多个人 然后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待了六年的时间 它发展到了上万人 我当时去的时候的薪资也不高 就是大概五千块钱 我在这家公司的就是薪资增长 也没有很快 甚至是没有什么变动 但是我们上市了 所以我当时拿到的那一张白纸 有一个东西叫期权 最后变现了几百万 所以实际上如果说你正好 加入的这家公司是在成长期 它是一个发展的阶段 你的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短期的回报 是一个相对中长期的回报 但是现阶段你需要做选择 如果你来我们这里的话 我希望你就是 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是投入到你自己个人的成长 和工作中的薪资 给你们俩是一样的 也是五千五家 企业家很有智慧啊 怕你们俩真去了一块 因为薪资不同而打架 对 你也可以问最想问的问题 我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是我 其中一个意义伤企业 那为什么没写呢 谢谢 因为它不够地方写了 格不够了 对 啊 啊 好